基北北陶1200都会通 真的省很大 继基北北陶1200月票之后 市政府将在推出基隆区域内的288定期票 30天内台铁跟事工车搭到保 交通处举例 学生从基隆要到七堵上学 算一算省下一半以上的交通费 比如说有学生从中正区搭着事工车 然后到火车站再转乘台铁 将到基隆商工 那他可能到火车站的事工车要9块 然后还要搭的铁路就是15块 那总共就是24块 来回就要48块 那如果一个月算20天 那就是960块 那实际上远大于我们的288 其实是非常的划算 大概是将近三者的优惠 欢迎学生也可以多加的利用 你会觉得市政府推288这样子蛮不错的 对 交通处说根据统计在基隆市境内通勤通学的民众 约占全市通勤的三成 因此鼓励民众购买基隆288定期票来审下交通费 288这个订期票的部分的话 可以从台铁的这个基隆 山坑八渡七渡和百福站 然后以及如果你是用悠游卡的话 可以在全家的这个他的kiosk去购买 另外我们在市府的话也有设零食据点 从10月11号起到11月10号止 那在这个二性循环站在东岸广场的一楼也有设零食的据点 让民众方便购买定期票 针对基隆市的这个通勤组我们发现除了基北间使用 1200的族群以外也有发现在区域内 然后用这个公车的上下车刷卡资料去比之对 然后发现大概一天每个月大概有6000人次 6000人以上他就是会使用超过2288元 所以其实如果这些族群来购买我们的288订期票 是非常的划算 基隆市288订期票将在10月16号正式上路 30天内基隆市区域内的台铁跟市公车 大道宝 欢迎通勤通学的民众多加利用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